能力和社会地位低落 结婚除了延续后代之外 往往还意味着找一张长期饭票 然而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社会的开放 女性的自主能力大为提高 因此虽然父权社会残留下来的压力仍然存在 但是他们对于婚姻的看法 却和过去大不相同了 甚至在没有合适终身伴侣出现之前 他们宁可选择不结婚 也不愿意因为传统社会的价值观而委屈自己 今晚节目第一个新闻专题 我们就要为您报道这个社会趋势 热情之中记者陈昭如和胡锦锐 访问了多位现代女性 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因为我新娘亲经验还蛮多的 她今年38岁是未婚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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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觉得时间上能够配合好 我都会欣然前往 她35岁也是未婚 那你听到有什么感觉呢 我说没有啊 我也在等啊 男朋友怎么样 她们总是要面对过多的关怀 和一点串令人尴尬的问候 人那么多 都结婚的 都结婚的 迈入30岁大关 又还没有结婚计划 这些女孩有哪些困扰呢 当老板跟你讲说 反正你单身啊 可以常常加班 这种时候的话 你就会觉得好像被剥夺一些权力 学历要跟我差不多 或者是比我好 因为现在时下社会好像蛮多男孩子 通常就是这个女朋友有好几个 太太都还会有分大小 所以就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那你就会要去 不婚族不婚族 她们真的是不想结婚吗 不婚其实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另外还有一些原因啊 像你问到说 有一些人他们是在等候结婚 所以他们只是没有结婚而已 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我会猜想到有很多人 是一种比较暂时性的不婚现象 它导致的倒是迟婚的结果 而不是不婚的永久存在 牛且单身女性爱恨情仇的电视剧 最能引起未婚女子的共鸣 而戏如人生 其实戏中美丽聪明 但是有寂寞的女主角 在现实生活中匹匹解释 有越来越多的女性 有足够的能力 去经营一个独立自主的单身生活 甚至还能实现 许多女孩子的梦想呢 像是35岁的陈丽倩 就和好朋友合开了一家火锅店 下个班咬尸一遍 成为老板娘 颇有创业的成就感 而这只是她的副业 白天她是一家联谊会的行销总监 每天她开着自用车上班 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 婚姻大事只有在午夜梦回 才浮上心头 当我最想结婚的时候 就是我在工作上 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干嘛那么辛苦 结婚帅了 只有在这个时候会引起说 让我觉得说有结婚的冲动 那我想很多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觉得说 我希望有个避风港 或者有个老公在旁边多好 那我觉得这一点是这样 那有的时候当你回到家 因为我一个人住 你回到家以后呢 你晚上睡觉觉得说 这个床好大 或者觉得说 早上醒过来 觉得说身边没有人 而作家黄明坚 自从写了几本描绘 单身女子的书籍之后 社会大众几乎将她 与所谓的单身贵族 画上了等号 她今年38岁 是自愿暴读生主义的典型 从13岁那年起 就这样打定主义了 我总相应的世界上 有一些人 尤其有一些的女人 我觉得她可能宁愿去 去这一生 照她自己的安排来过 而不一定是去进入婚姻里面 然后去做这么多的付出 为了她的先生 为了孩子 为一个家庭 我觉得这是个人选择的 选择的问题 那如果让你倒回十年呢 你如果再做一次选择 你会不会考虑 我想不可能 从现在开始再过十年 我想也不可能 但是自愿不婚 毕竟是少数 在我们与学者专家 讨论的过程中 发现到 时下普遍的不婚现象 大多数是非自愿性的 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这些不婚女性 其实正在等待结婚 或目前不急着结婚 但未来是有结婚的可能性 也可能被列入迟婚或晚婚的类别中的 至于几岁以上的未婚族群 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这批人口有多少 目前并没有客观的统计数字 仅有的一项内政部的统计资料指出 30岁以上的未婚女性人数 占20岁以上 适婚年龄女性的38% 约略可以说明 现代女性迟婚的趋势 提出不婚俱乐部这个概念的记者 廖和敏说 不婚其实是解除未婚压力的一种自我认知 然而揭开不婚的标情之后 在不婚女性心中 仍然隐藏许多感情的空虚 与社会的压力 你不要顾客满力 男朋友也要找 有啊有啊 有啊 那今天要请吃喜酒了 年底啊 年底啊 每次听到人家这样讲 或者说你又收到朋友同学发喜帖 会有什么样子的感触吗 我觉得 我当然是很为他们祝福 那当然 我觉得这几年来我会觉得说 也许真的家庭越来越重要 每一年就过年的时候 就是哎呀 哪一天啊 能够喝你的喜酒啊 讲这么一次 一年讲一次 这是你觉得最好的回答是什么 对对 我觉得就是 你不要急嘛 我都不急 你急什么 有的时候会觉得比较落寞寂寞 会感觉上好像生活比较空虚 那特别是这种感觉 会在假日的时候 柯丽娟 陈丽倩与吴培妖 她们的年龄在32到35岁之间 依照记者廖和敏的观察 正是未婚女子的焦虑期 而今年38岁的她 也是一路走过来的 32岁就开始 好像要迈入真正的一个 试婚龄的最后时期 那么35岁我觉得是一个 真正试婚龄的一个 一个border line 一个分髓龄 因为我们知道 女性的这个生育年龄 跟她的这个结婚是互动的 这三四年 变成一个高涨的一种 结婚欲望最高涨的一个焦虑期 对我来讲是这样 根据在我28岁的时候 我跟所有的女孩子一样 都向往穿白纱的那一刻 找到所谓的白马王子 但是今天我38岁 39岁的时候 我反而觉得说 我目前选择的一个 没有婚姻的生活 是我一个满意度 极高的一个生活状况 另外自诩为30岁未婚女子 代言人的专栏记者杜慧贤 从读者回想中 也观察到30岁以上 未婚女性的无奈与期待 非常多的三部曲 就是说她不排斥 但是她也不主动 她也不积极 她不懂得去规划她 所以到了突然到了 已经会面临到 必须要 可能你在28到30 你还有一点缓冲的时间 到了30到30岁以后 发觉 糟糕她要回头去检验她的成果 她一个婚姻的 找她的婚姻 适合的一个家庭合伙人的时候 她发觉 并没有一个合适的人 有些人到了35、60岁 如果说还没有对象的话 当然还是可能 就是条件会稍微 会放宽一点点 那我们的工作经验 我们会建议她说 不要把自己的范围 限制得那么窄 试婚而不婚的女性 之所以越来越多 其实是台湾社会环境因素 造成的 我们知道台湾的教育普及 所以妇女受教育的程度 普遍的不比男的低 然后加上在职业上 像服务业的兴起 这些产业结构的改变 的确有利于妇女 参加这个劳动力 那么这些因素 造成妇女在经济上 它不再是一个 纯粹依赖者的角色 第二点就是说 传统的婚姻邪律的要求 所谓婚姻邪律的要求 就是说我们基本上 我们总是认为 男的要比女的 不管在年龄 教育 或者收入方面 都要高一点 这样才叫做配 那这种婚姻邪律 当然随着妇女本身 各方面条件的提高 当然就比较不容易符合 这也会造成 择偶上的一些困难 可是我觉得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整个社会 环境的这个改变 当社会上 对不婚女性 不再存有 这么强烈排斥心的时候 当然你要在都市里 做个不婚女性 可能要容易得多 说得更明白一些 过去的老处女的说法 现在已经慢慢消失了 事实上 我们所看到的发展 是多元形式的家庭 比方说不婚的人 可能采取同居的方式进行 她可能同性恋的家庭产生 单亲家庭的产生 没有结婚 但是就有孩子的情况产生 所以各式各样 其他的家庭形式正在出现 而且已经有很多这种例子了 勇于在婚姻之外 走出另一条不婚路的女性 通常又具有这样的特质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独立的谋生 独立居住的这个能力的话 就比较容易达到这个不婚的条件 否则你住在家里面的话 每一天老妈都要跟你耳提面命的 那另外一个我所观察到 就是不婚的女性的话 往往也是比较中产 比较白领的 也就是说她在事业上面 可能比较有发展 身为管理顾问机构主管的 石姿怡不否认 对于未婚部署 总会鼓励他们把握机会 大概五年前四五年前 我们有一个和别的 IBM合作的一个专案 负责这个project的project leader 是一个四分的女孩子 我就用说这个project完成了之后 再结婚 结果她做到了 但是现在她还没有结婚 所以我有一点涅疚 杂志社总编辑林日坤 则是细心地观察到 公司里有部分女同事 几乎将精神寄托于工作 或者移情于同事身上 而忽略了经营感情的重要性 打交这样子的这个动作 都经常对某一个 或者说某一两个特定的同事 或者是主管来表现的时候 就表示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这个是移情 对 这个是对人的移情 那么另外一部分是对工作的移情 就是说她经常加班到很晚 就是说好像她的整个生活重心 那么大部分都投入在这个工作 上面这几个例子都说明了 女性投入工作的专注与用心 曾经担任人事主管的附金林 则主张对女同事采取 尊重个人选择的态度 由于许多单身未婚女性 把一天中最精华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 因此安排公司内部的社团活动 以及跨公司的联谊活动 就成为企业内部 越来越重视的员工福利之一 另外 现代社会婚姻不幸的案例 也令不少不婚族无法鼓起勇气走进围城 我常常觉得说 最近人的感情好像不是很容易信任 就说即使是你的partner 大家都共同主公司 很多上面来讲很好 他还要有出轨的机会 那你想想看 何况是这个完全不太了解的情况下 就是光这样认识 你怎么可能把这个感情再付出去 就是会觉得越来越可怕了 对此 离婚 独立抚养一个孩子的范川彦 仍然向她的不婚族朋友 强调婚姻的价值 婚姻本身是好的 那不能说因为每个人的婚姻的经历 也许有一些不愉快 就否决要说婚姻是不好的 所以您可能还会 如果有机会的话 您还是会去婚姻 我非常愿意 而如果眼前没有结婚的机会 过来人也提醒未婚女性 只要善家安排生活 仍然可以快快乐乐地过日子 服务于外商公司的吴欣兰 已经有了结婚对象 但迟迟不结婚的考虑是 现在的日子也过得很好呀 我觉得我的年龄来讲 虽然是已经跨近三十岁大关 但是我的身体健康情况 还有我的经济情形都还不错 那然后我身边有一些好朋友 而且我很喜欢跟父母亲相处 那我普通就工作 工作之余呢 我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活动 活动之余呢 假日我也会跟父母亲相处 我觉得我每天都非常多事情很充实 所以呢就会考虑到说 结了婚以后 当我要放弃这一些 去跟着先生组织家庭的时候 是不是还能拥有 像今天单身时候 这么快乐的感觉 今年三十三岁的傅鸿威 两年前毅然放弃稳定的工作 赴美求学 就是不因为等待结婚 而影响生涯规划的例子 我在三十一岁的时候 决定出国念书 我当时的考虑呢 其实我并没有考虑的很多 虽然我的工作很好 我也很喜欢 可是我对于我以后的打算 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个 比较专业的学历来做 从此以后我在marketing方面的工作 这是我唯一的考虑 那么当初你已经有男朋友 或者是说你有沒有考虑到 当你出国念书的这个计划出现的时候 家人有没有劝你 就是说在出去念书 可能还要再耽误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那么到时候要找对象 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我想我应该很幸运 因为我的家庭没有给我一点的压力 其实我母亲很赞成我出国念书 由此可见 单身女子的生涯规划 非常需要家庭的支持 此外 独身生活的规划 一个相当重要的要素是 必须要有独立的经济基础 克力娟的理财方式 就反映了她的生活形态 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生活空间 所以我就放在购买房子上面 然后再来其他的话 因为我觉得台北市的交通太差了 所以我也把它投资在交通上面 所以我自己开车 那至于其他的话 就是放在银行里面这样子 那我想这是最简单最简单的方式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 至少在我工作之余 我可以有一个很完整的空间 然后生活无欲 那我可以全力冲刺这样子 在我们所接触到的受访者中 大家也一致认为 单身女子除了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之外 还要让期待女大当下的父母 不吵醒才是 我妈妈也很独立 那她经常出国 所以她也觉得说 她每次来看到我自己过得很好 她知道我的生活形态 所以她也觉得说 有的时候只是开开玩笑 我想说其实父母真正关心的就是说 知道我好就好了 如果说在经济 在感情生活上 还有就是说在这个day to day 每天的日常生活上 都可以照顾自己的话 我觉得那就会比较能够有效的 或者健康的来经营一个 所谓后付婚人生 从来不认为不结婚不好 我觉得不结婚也很好 我觉得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元化 每一个人应该去选择 他自己最想要做的一个选择 而不必说大家都被主流派淹没 在这里我们做不婚现象的探讨 并不鼓励女性朋友走上不婚之路 而是借由几位不婚女子的亲身体验 来说明不结婚或者迟婚的趋势 最后我们引用中研院 易清纯老师的观点 他说年纪较轻的男女结婚 就像齿轮一样 相互依赖的成分居多 而较年长者结婚 则是两个成熟个体 全球生活上的相互配合 这种较成熟而具独立性的婚姻组合 仍然有他相当美妙的一面 吴佩瑶就呼吁未婚女子要有性侵 30岁到35岁的这个女生 其实是目前未婚者男性 蛮好的一个考虑的对象 因为她思想各方面成熟了 而且该很多东西也是蛮理想的 就是考虑的一个人选 因此如何不急躁 也不退却地经营独生生活 正考验着每一个诞生女子 是怎么样一个人 可能会也是都受到那种 强暴神话的迷思 强暴迷思